詞曲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不清是假是真 说不清是乎是白 只相信青山就不足 只知道山南 山南是日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只相信有悔就有心 只知道不尽 不尽敢自来 只知道不尽敢自来 本来我想帮他隐瞒 日后好和他成亲 可这案子越来越麻烦 到后来我见他把螃蟹二人毒死 心里有些害怕 可我没想到他为了灭口居然还想害死我 幸亏有秦坤鹏 李宗盛 李宗盛二人相救 否则 否则我也成了冤鬼了 那刚才你说你把仁义的血衣收下了 那么血衣现在还在不在 前不久 也就是仁义害我之前 他曾问我血衣在哪儿 我当时便留了个心眼 说血衣被我烧了 其实这就是仁义的那件血衣 仁义 咱才话说的都是真的吧 大人 大人 真的 事已至此我也没什么好抵赖的 楚氏夫妇是我杀的 这油彩方长得很漂亮 我非常非常的喜欢他 可我怎么也不明白他为什么不嫁给我 就在出事的那天晚上 我正巧在油家墙外抓到了胡大愣 而他在惊慌之中 又将油彩凤的手绢丢在了地上 我想为什么不趁此机会去与油家姑娘相会一下呢 然后我就翻墙进入了油彩凤的房子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床上躺着的是她的舅妈贾氏 在司打中 假使将我的面筋扯掉 并认出了我 我怕事情白落 然后就只好听而抖险 我将她给杀了 正当我转身要走势 她的舅舅处事 正巧回来 我就一不做二不休 把她也给杀了 然后我就把她们二人的头包好带走了 后来 后来 就是蓝彩华所说的了 大人 我知道我小命不长 求大老爷给我判个一刀两断 让我死个痛快 如此说来 案情此时才算是真相大白了 任意 你杀人行凶行贿受贿制造冤案 又毒杀庞通谢田二差 加害蓝彩华 证据确凿 罪当不赦 将任意收监后斩 李哥 你的证言发审官杜崇仁已经查实 本钦差认为你提供破案线索有功 保护蒙冤者有功 揭发贪官污吏有功 你杀死行贿受贿的七奶奶无过 偷盗上朝奉的赃银赃物无过 本钦差念你胡为即困 见义勇为 暴打不平 既恶如仇 赦你无罪 你下堂去吧 谢钦差大人 胡媚婆 你出堂作伪证 陷害好人 贿赂官吏 也要从严惩处 押入大牢 胡大愣知情不报陷害他人 重则四十以警后事 水蜜桃和蓝彩华你们身为武作 不能奉公守法 反而以权谋私制造伪证 贿赂上司 也要从严处置押入大牢 但念蓝彩华尚能主动道牙出手 同亲关押 来啊 在 将义干人犯带下堂去 是 Selú 白人 海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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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oup 大宗刊oko 啊 刊涓 起轻 请 大总管 请 杜崇仁 接旨 臣杜崇仁 接旨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陕西总督府发省官杜崇仁 秦政爱民办事认真 不寻私情 大意灭亲 忠心可家 赦免前过 恢复原职 调任奉祥县正堂 即刻上任 钦此 谢皇上隆恩 杜仁令 请起来 谢公公 传孙国安尤彩凤上堂 大家静一静 尤彩凤 孙国安 大尊管请你们上堂礼赏 小姐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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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孙国安 上朝凤 杀害了你的儿子 钦差杜大人 已经把上朝凤判斩 给你报了仇 今天这样的结果 多亏你养育了一个好姑娘 孙玉凤 她不顾艰险 冒死尚告 为民除害 为国除奸 精神可佳 皇太后有旨 赏你们家白银千两 赐金匾一块 谢皇太后隆恩 谢总管大人 谢钦才大老爷为我家报仇 请起 尤彩凤 民女在 你恪守规训 白臂无瑕 冰清玉洁 皇太后赏你白银千两 赐你金匾一块 多谢皇太后 谢大总管 好 起来 金坤 你小子可是因祸得福 祝凤祥县的守备升迁出缺了 皇太后保见皇上恩准 封你为六品守备 熟理驻凤祥县的军务 谢皇太后 皇上的恩典 谢大总管 你先别忙着谢恩 等我说完了 你再一块谢吧 金坤 你还有好事 大总管 小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 皇太后做大为赏你两个媳妇 多谢皇太后的美意 我姓坤鹏 一个媳妇也不想要 为什么 大总管 我的官司全是因为女人引起的 这婚姻之事实在是令我太失望了 不能怕噎死就不吃饭了 可是 大总管 我和尤彩凤在牢中已经成过亲了 你和尤彩凤成亲 那是假的 根本不算数 可人家尤彩凤现在愿不愿意嫁给你 那还不一定呢 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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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姑娘也打动不了我的心 大总管 是我不能聪明 得罪了 清坤鹏 你小子别不识抬举 难道连皇太后的金面你都不给了吗 大总管 对不起 小民万万不敢拨皇太后的金面 只是 只是小民恐怕今生没有这个缘分了 清坤鹏 你身为朝廷命官 不尊皇太后的遗旨 那是不忠 你身为秦家儿男 不娶妻身子 那是不孝 你要是不孝 你要是知道好歹的话 就与这京城来的女子成亲 你要是不知好歹的话 我把你这不忠不孝的小子抓起来 大总过来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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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抬出来的 大总管 大总管 姑娘的胶子已到门外 好 叫她进来 让秦坤鹏相看相看 是 大总管 我不看 你不看 你要后悔的 我绝不后悔 秦首辈 这可是一个好姑娘 我劝你还是看一看 你看了以后一定会娶的 若要与我成亲 除非孙玉凤死而复生 孙小姐 大总管请你上堂 知道了 大妈 你看 这个人像不像孙玉凤 这人不就是孙玉凤小姐吗 他不是被玉凤军杀死了吗 不知道 看来被杀的不是他 那是谁 我知道 你还活着 爹 爹 爹 你好吗 好 好 好 姐姐 快起来 彩凤妹妹 你别这样 玉凤 你还活着 那 是秋菊妹妹 是他拼死为你们上告的 秋菊 好了 你们父女重逢 姐妹相见 好 有许多心里话要说 回家慢慢说吧 我奉皇太后遗旨 送孙玉凤回来与秦坤鹏完婚 如今秦坤鹏已平反升官 不知道孙玉凤你愿意不愿意和秦坤鹏完婚呢 总管大人 皇太后的美意令你十分感谢 只是这完婚之事令你不敢答应 为什么 大人 我在宫中也与皇太后说过 我过去是秦坤鹏的未婚妻 只因他受人陷害 摊上了人命官司 故而 听从父亲之命 已经与他退婚了 有道是破境难远 覆水难收 如若今天再与他复婚 岂不着他人议论 那议论什么 我是在秦坤鹏 神仙灵雨丢官丧命的危难之时离开他的 现在他平反升官的时候 我又与他复婚 人们当然会议论我过去是薄情寡义 现在是贪图虚荣 那我这个人在别人眼里 岂不成了虚情假意的世俗小人吗 这事不能那么议论 你在秦坤鹏被判有通奸杀人罪的时候 与他一刀两断毅然退亲 那是你爱憎分明 当你知道了真相在已经退亲的情况下 你不必艰险层层上告 使他忠得平反 可见你是一个非常注重情义的女子 现在秦坤鹏平渊升官 你们之间已无障碍 应该拓进重园才对 这样吧 过去退亲是由父亲出的主意 现在让我复婚 还要请父亲做主 孙官 小民在 你都看见了 也听明白了 皇太后让孙玉凤与秦坤鹏成亲 你的意下如何 我感谢皇太后的美意 当初玉凤和秦坤鹏的婚姻是我叫他们退婚的 经过这段风风雨雨的考验 我想也该水到渠成了 如果他们真的能成亲 那可真是苦尽填来 定能相亲相爱白头偕老 这件事还要看秦相公是不是愿意同我女儿成亲 刚才秦坤鹏可说过 他不愿意同我从京城带来的姑娘成亲 不 我是说 我听清楚了 他是说玉凤死而复生 他是愿意成亲的 是啊 秦坤鹏 孙玉凤大难不死 平安归来 刚才孙国安已同意把她的女儿许配给你 秦坤鹏 你愿不愿意向孙玉凤求婚呢 我愿意 你空口无凭 要有信物为证 大总管 我有玉琢为证 向玉凤求婚 不愿意 玉凤 你就接过去吧 玉凤 好 秦坤鹏 孙玉凤 重归于好 王太后令赏玲锣绸缎百匹 一座嫁妆 你们要早日完婚 谢王太后隆恩 多谢总管大人 大总管 下官有一事相求 我的母亲病逝了 秋菊姑娘又被我惨死 下官想先为她们发丧 然后再与玉凤完婚 好 那我就同意你先白后红之举 不过你不用等丁幽欺满 我说了算 头一天给她们发丧 第二天你们就完婚 遵命 大村管 好 那我也可以回宫交旨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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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好 好 嬴大人 我先要感谢你 感谢我什么 你看看 你不与富贵徒同流合污 在酒店里巧妙传信 这样可以使秦坤鹏免遭一死 又使冤案诏学平凡 也挽回了官府的名声 而且光大了皇上的恩责 这事你怎么知道 当官的言行百姓们都知道 你做了坏事他们知道 做了好事他们也知道 这是做人的本分 不能算是做好事吗 宁兄 我想你这回是不该不辞而别 董大人 我可不是不辞而别 我是向陈大人递了辞诚的 你看看 这秦坤鹏一案属于你用人不当 被人蒙蔽才筑成大错 那么我盼你留任 你以后用人谨慎一些不就是了吗 何必为秦坤鹏一句气话就辞官而去 杜大人 你我虽是同窗 可是三十年来你做金官我放外任 交往不多 你对我还不甚了解 我这个人有个倔强脾气 我认为做官要清廉 做人要正直 在这一点上 多少年来我都是严格要求自己 从不宽容我的错误 可秦坤鹏一案 我自以为是轻信伪证错判了 差点误杀了个好人 这个错误我是无法饶恕的 老兄一来明察秋毫力挽狂澜 改正了我的错判 救了个好人 我要感谢你 敬佩你 可我自己的内心是万分的痛苦 这一切都是我这个刚愎自用的脾气所造成的 我已经不适合当官了 就是没有秦坤鹏那句话 我也将辞官不干 宁兄 言于律己 宽于待人 杜某人佩服佩服 我不是来听公为话的 我走了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呢 你不讲我也知道 杜大人还是免开尊口 宁兄 如果我不是钦差御史 你向陈思三交个辞呈离官而去也就罢了 可是如今我是钦差御史来这里审案 判你留任 你再辞职 恐怕有些不合适吧 杜大人 我辞官可不是冲着你 这个我知道 你知道就不该怪我 我不是怪你 英雄 我觉得你做事干练为人耿直 理应为朝廷多多效力 如果你觉得在宝基府待不下去了 那么我回清交旨奏请皇上恩准将你调任他出 杜大人的好意我感谢 我这个人太孤僻了 为人不太随和 更不会逢迎左右巴结上司 也没有帮帮派派 为官三十年 我才混到个四品之府 这次我才明白 我根本就不是块当官的材料 仕途无望 我只能激流涌退 返回乡里 安渡田园生活 了卷余生 我的话还望宁兄三思 无意已决 宁兄真是宁折不弯的宁铁头 好 杜某人佩服佩服 想当初皇太后要我来陕西复查此案 在皇上还没有寺上方宝剑以前 我曾经写下了告假奏折 想称病退避 比起宁大人来说 我真是自愧佛如 杜大人熟案官场事故 洞察盛益人情 尽能攻退能守 日后定会步步高升 哪里哪里 这次回京此案能平安交旨 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那好 我就告辞了 也好 我劝不了你 让我送你一程 不 杜大人公务繁忙 不必送了 不 这次我也一定要做一次杜铁头 一定要送 来 请 请 请 走 走 阿伯 娘 您老 为什么就这么走了 是我对不起您老人家 女人 御丰已经告成了预状 钦差大人已经来复审 孩儿的冤案已经超雪了 皇太后被我作媒 我和御丰已经复婚 可是你老人家却看不到了 你放心吧 娘 你就放心的走吧 娘 婆母 咱不是说好了 要等我回来吗 二媳没有让你失望 秋菊妹妹的血也没有白流 您就在九泉之下安息瞑目吧 彩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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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di 我今天来看你 就想跟你说一句话 尽管过去命运对我们都很不公平 但是采锋我们不能灰心丧气 得有勇气承受这一切 你说呢 我听秦相公说 你们在狱中已经败为兄妹 那就跟我一块回去一起生活吧 采锋 玉峰姐姐 你的好仪 妹妹心灵了 只是 我意义决 既然选择了这条路 就不会再回头了 采锋 我意义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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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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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意义决定 我意义决定 那幅核花图 还是让我来绣吧 妹妹 你还记得那句话 那句话 让我有了活下来的勇气 如今 我出狱了 手上印好了 该是我实现诺言的时候 你们的婚礼 我不能参加了 我也没有什么礼物 好送给你们的 就让我绣好那幅核花图 尽做妹妹的一点心意吧 太风 戴上 戴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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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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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